普庸馬列車反覆事故滿四周年 司機郵政仲涉嫌過失致死罪 一審判四年六個月 檢方不滿判太輕提上訴 但二審法院駁回維持原判 因為那種痛是連呼吸都會痛 四年前普庸馬六四三二次列車 行經宜蘭西馬站翻覆 造成18人死亡 200多人受傷 法院一審認為事故主因是司機 關閉了自動防護系統 判他四年六個月 另外兩名台鐵主管被指控 沒有落實列車檢驗 但法院認為沒有因果關係 判他們無罪 二審法官則認為 郵政仲坦承關閉自動防護系統 相關證據也指向他案發時超速 雖然台鐵採購司機訓練和調度都有缺失 司機也因為行駛中和調度員通話 排除故障而分心 但仍然期待司機兼顧乘客生命安全 遵守訴訓是最基本的義務 這個事故其實最大最大的責任在於台鐵 但是但是因為我們的政府 就是所謂的官僚制度的關係 那每一個就是被告的答辯 在庭上都說出自己已經盡力 並告訴說這個事故 可能自己驗收採購的東西 跟自己沒有直接因果關係 四年前失去家人的痛 至今仍難以忘記 零難者家屬希望台鐵落實改革 保障旅客搭乘的安全 別讓他們的家人白白犧牲 TVBS新聞正尚未監獄期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